字幕提供 李信哥 喂喂喂 杰克 李信哥你好 40歲湖南的網友 我就不問你了 李信哥你要跟奶奶對話嗎 他剛才提到我了 我好像前面聽的時候 他有稍微提到你一下 所以我拉你上來 他前面是講到說 說什麼 因為大陸浪利 咱們的國民 就好像是只有一個饅頭 還要分你一口 對差不多這個意思 就已經變得很慘了 這樣還要分給台灣 我現在可能插開 開一下這個題目 你會覺得 咱們現在比如說 在做的什麼一帶一路也好 或者是跟這個非洲的投資也好 是 是不是一樣的 我覺得不一樣 我覺得不一樣 一帶一路是創造新的機會 而且他用的是美元外匯 而並不是說用的是人民幣 用的並不是中國人民 比如說 我知道了 咱們這樣 我知道你的答案了 我覺得你挺好的 至少還是比較有理性 可以對話的 就是你還是會計算 比如說我們投入什麼東西 獲得什麼東西 是 那麼回到說 統一這個問題上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是沒有統一的話 我們要付出什麼樣的成本 付出什麼樣的成本我不知道 因為反正70年都這樣了 我 對 你就是說你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簡單說一下 如果咱們現在還是保持分裂的狀態 你先不說外交上面的爭鬥 比如說我們跟中華民國之間 當年在搶邦交國的時候 那些都是白花花的銀子 前兩天不是什麼密克羅尼西亞 是吧 你要跟我建交 拿多少錢 15點幾億 15點幾億 就是為了搶一個邦交國 要付出那麼多錢 而且 就是 咱們現在所有的 我們國家所有的軍事的投入 你覺得是針對哪裡呢 針對哪裡 我們 我們是 就是聯合國五套成任理事國裡面 唯一沒有國家統一的國家 咱們要付出的成本是 除了 軍事外交統戰 包括現在 就是在我們內部要做維穩 很多很多的事情都要直接去做 我們在國內的輿論場上面 你看台灣的民進黨 包括結合日本的右翼 花了多少錢來做抹黑的工作 包括我們現在建的牆 很多時候也是要為了抵擋這些東西 不光是錢的問題 很多很多層面上面 我們要去付出時間付出資源 這是一點 我希望你大概要知道 沒有統一的話會有可能 第二個 我可以回一句嗎 你可以回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只要美國存在的話 這些錢該花 還是會花的 對吧 就算是沒有台灣的話 也會在 韓國時代花這個錢 或從越南時代花這個錢 或從日本時代花這個錢 所以我並不認爲 所以我並不認爲 如果是你把台灣這個問題 跟韓國跟越南 我們的這個正常的外交去做 對比的話 這個不合理 你再想想 好吧 這個問題 我認爲的是 就是台灣的問題 大家都說嘛 就是台灣的本質上 還是美國的問題 對吧 所以我認爲 台灣的問題 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解決台灣問題 不能解決中美對義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形式 是吧 他也沒有辦法 創造這種 那我就回過頭來說 我剛好前兩天 我看到一個 一個 我也不說反賊或什麼 他就在問 為什麼好像美國人 輕輕鬆鬆就可以賺了很多錢 為什麼我們控制控制很辛苦 我們還是沒有錢 他在問這個問題 他其實想說的就是 這是因為我們體制不好 或者是因為那個什麼什麼 我都講這個問題 我問你 你怎麼來回應 就是為什麼美國人 輕輕鬆鬆就可以賺很多錢 為什麼我們辛辛苦苦 還是沒有什麼錢 嗯 我說一個比較淺淺的 我淺淺的認為的話 我可能覺得就是 比如說美國有一些 比如說高科技 他可以用這個東西 創造比如說一些壟斷的東西 然後他用這個東西 可以創造一些 遠超過成本的這樣的一些財富 盈餘之類的這樣的 所以的話 因為他高科技多 所以他可以收割世界的財富 然後因為我們沒有什麼高科技 而且我們人太多太整了 所以的話 就這樣 嗯 嗯 嗯 那麼 那我再問你 就是你認為我們應該怎樣做 才能夠改變這個局面 開展科技 然後 重視 重視科學吧 然後的話 提高就是 高技術人才的待遇 那你覺得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這個國家在走的這條路 是錯的嗎 我只是覺得國家沒有走這條路 你只是覺得 嗯 我不是說覺得哈 我是有一個985的 一個 一個985的工科的 設施的一個同學吧 一個同學吧 然後他呢就是 他是 我們這邊一個985的那個碩士嘛 然後的話 他的畢業工資是 三千塊錢 三千 三千 對三千塊錢 哦 他學什麼呢 對 他是學 叫 工科 叫什麼來著 反正是 工科的 你確定是工科的 對對對 是工科的 三千 嗯 那我這樣吧 我跟你說 呃 我 我是985的 博士畢業 我身邊有 呃 我自己也有公司 我那個下面有很多員工 李信哥賺多少錢 說出來 這個就沒有必要在這裡講 就是 那你老闆啊 你是老闆啊 嗯 嗯 我覺得 包括我圈子裡面的人也覺得 因為我在社會上有一些兼職啊 就是各個科技圈 呃 也有接觸到不少的人 呃 去年從美國回到中國的科學家 1400多個 這個是你都可以查證的 嗯 目前 你不要說 就說 呃 其他國家 就說 美國 你覺得美國非常非常重視這個科研這一塊 就說 呃 你跟中國比起來 這兩個國家的科研的投入 包括人才的培養 各方面 嗯 地球上還有其他的國家比我們做得好 你有沒有去做過實力的調研 你不能說 我就有一個什麼985的碩士的同學 跟你講什麼什麼 呃 是呃 是我重新補充一下哈 是他 最近換了很多份工作 他基本上一直都是在處於 就是說實習的過程中 他的實習工資是3000 對 但是他一直是這個工資 所以我說他是這個工資 嗯 ok 我我說的不是正式工資哈 嗯 然後的話另外 再一個就是我想說的就是 咱們出去的人和回來的人的比例是多少 不能只看回來的人有多少人吧 我這麼跟你說吧 呃 我本科畢業的時候 我的班級裡面大概有一半的人都出國了 他們現在基本上都在海外 北美歐洲的都有 呃 然後呢 到現在為止呢 大概有 有五個人回來了 拿了身份的回來的 到這邊工作也好 創業也好 呃 還有一些就留在 留在外面 因為有家庭啊 孩子啊 各方面 呃 呃 怎麼講呢 就是當年出去的人 都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就是我們班級裡面 排在很前面的人 那麽 那麽 大概零幾年的時候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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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在這麽 中部六秋的人 我们很多华人跑到外面去 我们华人变天下 这个时候其实对我们很多时候做生意也是有好处的 还有你刚刚说到 我刚刚问你这个问题 刚刚看到评论区有一个人说 你为什么问这些没有营养的问题 其实我想说的是 为什么我们那么辛苦 我们做了那么一年钱 美国人那么好像很轻松就能挣那么多钱 他就是靠他的 你说一方面发展科技也好 二一个更多的是靠他的经济霸权 对吧 美元霸权 靠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跟我们没有的东西 他在通过压迫和剥削第三世界的人 非洲你看多惨 对吧 包括拉丁美洲 包括亚洲 都是他的各种经济的殖民地 你有办法反抗吗 那么我们想尝试去走出一条跟他不一样的路 我们现在正在团结第三世界 我们正在团结中东南美非洲等等 我们要改变这个格局 我们做的是改变这个格局 你把这个情况能够想得多一点 有的时候人就是说你不要光看到你身边的 好像有些人过的是比较辛苦一点 特别是在东北那边 对吧 因为东北的整个发展就是跟全国比 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 或者是他是往下掉的 那你要看到整个国家的大的这个局面 我身边的人 我身边我接受了 因为我毕竟还在上海一线城市 我身边非常多的像跟做我们这一行的人 对国家都是非常有信心 你要相信就是说共产党做到现在 他最大的能力就是说 把非常有能力的人环节在一起 以前是可能是七八十分的人六七十分的人团结在一起 国家发展到现在 他现在有能力团结到八九十分有这个能力的人 这样的人是越越多了 美国的人才是在慢慢的流失的 你可能没去过美国 你去过吗 没去过 去过对 我是希望的就是说你多往外走一走 我们现在的团队甚至有日本人 我们我们我的我的学校 我的学校好多是日本的在在日本 然后大概他五六十岁了 在那边觉得发展不好 导致我来发展的人 方便问一下 方便问一下就是说 你的所在的领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域吗 什么行业 我在我在做的是医疗机器人 那那太巧了 就是我的那个朋友当时不是说医疗机器人吧 他是那个就是做医疗的这样的设备的 不是机器人哈 就是比如说他从那个就是他们导师 就是他们上学的时候他们导师 然后的话从就是什么日本 然后买回来一些什么先进的设备 然后他们就是一个课题组 他们就在那边就是仿制 就他说就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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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说哈 我我因为我我不是那个工科方面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说太具体的东西 就是他说他们现在所做的就是 找一些外国的东西 然后回来进行仿制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仿制呢 当年就是国外的这种医疗器械 比如说一个心脏支架 他卖到国内来可能三五万 因为我们自己去模仿了或者是仿制以后 我们自己做了东西他可能就卖 现在就几千块钱 对吧 所以所以我们呃你你看这个整个一个发展趋势也好 我是觉得说呃多去了解一下对咱们国家多一点这种信心吧 啊我是很有信心的人 而且我身边的人都很有信心 而且就是我认识很多呃海归的人 嗯也都很有信心 嗯你去看看严林为什么回来了 嗯呃你在微博上可以我我我我我跟他有互动了 还是在深圳这个医疗科学院纽远吧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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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像刚刚罗尼说的 就是你真的很不满的话 你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个局面 比如说你改变自己的环境 或者说我投身改变这个社会的环境 你要有一个目标 设定一个目标 还有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李信哥 就是那你觉得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到达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 需要花费多少年吧 你说中国 我不知道你设定的目标是什么 你还是说这个国家到什么一个状态 比如说 比如说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东西 它来源于分配的不均 然后就比如说 如果我们未来的科技发展的确实很好 就如果发展到 比如说咱们的全中国人最低的 最低的工资保障哈 就是说低于这个工资你就犯法了 你就要蹲监狱的那个工资 比如说是五千的话 你觉得这需要多少多少年 八个小时 每天工作八个小时 每天每周工作五天的情况下 最低工资为五千 你觉得这个需要多少年 这个我没办法就是很明确的回答你说 一定是多少年 最低工资五千 那就差不多是台湾现在的那个 台湾现在对 差不多啊 差不多台湾现在的那个程度 有几个情况我跟你说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分配的问题 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解决的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问题 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 第二个呢 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呢 它有可能往上也可能往下 就是因为这个贫富的这个问题啊 你除了跟制度有关 有时候跟生产力也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这个AI上来之后 你这个人是 创造的价值是更大了 还是更小了 那一定会存在一个群体 它是说 比如说我可能是自我的选择 或者说我能力各方面不行 它会有一个 国家肯定会策定一个制度 就是说做一些最低的保障 我个人感觉 就是我们国家在这一块呢 之前可能做的比较差 现在是慢慢慢慢的就上来了 比如说我爸爸 以前他的这个退休的工资 可能就几百块钱 到今年 大概有三四千了 三四千了 因为他是在小县城里面 有三四千了 包括前几年在做扶贫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这个最低的保障 包括我们现在在上海 比如说可能是我们全国各个地方 他的最低工资也可能也不一样 这个肯定是跟当地的这个发展情况 和政策有相关的 回头来说 你想想要达到的 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 我不工作 或者是我能够做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 也能达到这个四千五千 我个人感觉啊 就是有几个几个点要做到的 第一个 我们的高端产业什么时候能够做到 就是基本上能够把外国的 我不说一半嘛 至少340%的这个区间 我们全部覆盖到 嗯 然后有了这个高端产业之后 人整个一个GDP的 人均GDP上来了 能够进入发达国家门槛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就是 社会的保障体可以做得更好 呃 那个狄东升 你知道吧 人大的那个经济学家 他提出来有一个方案 就是说每个人 一个月发六千块钱 六千块钱 你什么都不能干 你发六千块钱 然后有意愿去工作 去实现自我价值的人 你就没有这个后顾之忧 你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 你愿意躺平的或者什么 你就社会就养这些闲人 但是我只要有 比如说养一百个人里面 有三个人能够创造出 超过四千倍的 五千倍的这种价值的人 他就可以养活其他98个人 嗯 对吧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 那么他通过计算 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做这个事呢 可能你可以去听听他的演讲 我觉得挺有意思 你可以搜索一下 他去年还是前年 他有过的那个说法 他那个迪东升的那个我看过 哦 对那么他是有过一个计算的 有过一个计算的 大概就是几年之内就可以实现 那如果是咱们的国家的这个领导层 能够就是说愿意找一个地方去做这样的尝试 那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因为我感觉呢 我刚好昨天在看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什么呢 我分享给你啊 王孟元他在写一个 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怎么去管理这个什么 资本的问题 他写了这么一个东西 写了一个博客 你知道吗 他那个在北大的一个报告里面 最后末尾有一句话提到了 习近平对于这篇文章做了重要 哦 我晚点把我现在找不到那张图啊 我晚点我可以把这个图 没关系大概讲一下是怎么样 所以我要说的是我要说的是 咱们的领导层对社会上很多比如说这种建言啊或者专家的一些意见呢 是非常重视的 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呢 那你要你要对国家要有信心 特别是对共产这个领导集体 他是非常理性 非常务实 嗯 非常有经验的 嗯 好不好 嗯 这个这个就是 李信哥说的我完全同意 但是我是觉得 那个 不管怎么说都太遥远了一点 太理想了一点 而且就现在的经济状况 我完全看不到有那一天实现的希望 你的这个感觉是身边的一些人对你的影响 他可能不一定是事实 你现在的想法 更多的是个人的一个情绪的折射 他跟事实之间 他跟这个事实之间有多少距离呢 你可能没办法 很短 呃 我呢 我讲的是我个人的意见 那但是我我们两之间可能是不太对的呢 嗯 因为我作为一个 呃 具体的 企业的 对 我说企业主也好 或者是说我现在在做科研的 身边接触到的人也好 或者是我对这个整个一个大环境的认知 但是应该来说我会比你知道的多一点 你认可吗 嗯 对我认可 嗯 这是我就是想告诉你 好吧 我个人的一些意见 嗯 好 嗯 是 但是我所认为的是 就是就是您说完了对吧 他说完了您说 我也想说两句 就是 就是当然 正在比如说您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一百块的 有一百块的人 当然不担心未来会什么样 嗯 但是那只有半个馒头的人呢 你现在还没有毕业嘛 你也不要着急 嗯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找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很 就很正常 等你毕业出来之后 开始就是正式工作了 可能要建立家庭了 有日常的生活了 然后 很多时候就是你 你除了自己的努力 你还要去做自己的选择 比如说我具体做一个什么行业 或者去某个地方发展 嗯 这个没有很多很多 变量在等待着你 你不能把你现在的状态 就认为是将来10年20年 或者是你就说你 你你你认为你这个状态就一直保持下去 或者是一直还会往下掉 好吧 那个那个 嗯 就说像 等等 我我回应一下 不好意思主持人插个嘴啊 那个呃 应该是说也许你现在没有100块啊 你可能只有半个馒头啊 或者是说你看到谁没有没有只有半个馒头啊 但是就是说整体的这个经济社会社会是在往上涨的 所以至少在未来你可以就是你们刚讨论嘛 就未来这过程中有有100块的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那只有半个馒头的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那这个趋势 趋势是这样子吗 那是是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你都都可能有的人只有半个馒头啊 那只是说大家要怎么去想办法让总量增大然后分配公平 就是这样啊 嗯对就是理性哥和杰克说的我都能理解 嗯嗯嗯那就好好 但是如果这个希望但是如果这个希望是建立在50年100年之后的 那么对现在的人没有一点意义 不会那么久的不会那么久的 不会那么久的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超过美国之后 这个情况可能就是会有改观 第二个是统一台湾之后又是另外一个局面 所以回过头来说为什么你说到这个统一的 而现在我们会台好像是因为从我身上割了一块肉去喂 喂那个台湾人对吧你觉得对这一点很不满 嗯嗯 但这个是小投入啊很小很小的投入啊 可能算到你头上可能就是你一年可能就出两分钱而已 嗯有可能我是我打一个比方啊 但是两分钱可能到最后你得到的好处啊 就是有可能是这块钱 嗯嗯比如说得到的好处是哪方面的呢 就是奶奶在我的理解啊不好意思这主持人在在查入啊 就是你会台的本身其实对整体 中国啦整体中国来讲的 利益是我反而是上 就是说会台反而是互惠 因为你会台你会因为会台而得到另外一边的好 另外一些的好处啊 所以他不是一个你给了我就少了那种零和游戏式的 但是捷克我所看到的只是 因为会台比如说买了台湾的水果 结果大陆广东海南然后广西的水果就烂在地下 然后的话因为会台那些本来能上 清华北大的大陆毕业大陆高中生 然后的话就只能上次一级的学校 然后那些本来应该本来本来有比较 本来可能有比较好工作机会的那些人 然后被就是这个占了名额 就是在我的视角来说我只能看到这些 对 看不到那些宏观上的 我看不到那些宏观上的 当然你可以说站在一个非常广的角度上 非常宏观的角度来看 说未来的话我们一定一定可以怎么样 但是如果那是那是20年之后30年之后50年之后100年之后的 那对现在的人来说完全是一个虚枉 那我李信哥让我来 李信哥让我来举一个例子 我来帮INNN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的个人跟国家领导人跟政治家看的角度跟格局 绝对是不一样 那我们个人当然就是看到我们个人面前的事情 我记得蒋经国那个时候要在台湾做十大建设 就是在台湾盖高速公路 那当时的反对的声音就是说 台湾人基本都没什么人在开车 你开这个高速公路就是要土力有钱人 还要花国家这么多钱 那你说这种反对的声音是不是对 有没有他的道理 在当时看的确是有当时人的一些道理 但是你说那蒋经国他就不应该盖高速公路吗 现在来看是应该盖的 但是你说在当时来看他能够看得出来 那蒋经国为什么他要破坏台湾盖高速公路呢 我当然举台湾这个例子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个人在看的那个 在当下也许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一个统治者他看的一个全局的格局 那可能你看不到那个程度 那当然你当下可能会有一些人因此被牺牲或怎么样 那这就有赖于这个统治者他必须要在社会上做一些利益的分配去弥补这些当时利益被牺牲的人 我拿这个例子来举给你了 好不好 好来您说 李兴哥你要补充吗 我刚才其实也想说这个我们国家发展 但我用我的例子来讲 很好很好 谢谢谢谢 我们那时候有一句话还非常的出名 就是说 请你国家等一等你的人民 或者是说等一等你的灵魂 就是不要投入那么多钱去造高铁 这句话在微博上传的非常的广 就大家就非常有情绪的共鸣啊 对吧 你为什么投那么多钱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对老百姓来讲很有道理啊 没错啊 对没错 非常的而且是他这个情绪输出是非常的厉害的 嗯就是感觉啊你整个人就 一个情绪就被控制了 嗯但是你到现在回过头来看 是不是应该发展高铁 嗯嗯我觉得 嗯就咱们普通人很多时候做这些事情 或者是有些感受 嗯嗯是要等一些比较长的时间回过头 嗯哎呀那你还很年轻 我是觉得说你还有很多很多可塑性 但是现在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 一开始就陷到一个非常负面的情绪里面 嗯呃我们可以就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往这个目标去努力的时候 整个人的心态可能会不一样 好吧 这就是我想最后跟你说的 嗯好 这个我都了解 这个 这个我能理解 这个我能理解 嗯但是 你最后回应一下李星哥 好 好 但是这么说吧 但是这么说吧 宏观上这些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真的没有意义 嗯 就算是未来再好 然后现在没有得到的话 他完 他还是会对现在吧 抱有非常大的失望 好吧对了 就是说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你可以说未来 未来未来的每个大学毕业生 比如说的话 工资都都可以上万 但是的话 你对于现在 但是你对于现在来说 就刚一毕业就失业的人来说 这完全没有意义 嗯 就是我能 我能 我能理解就是 比如说捷克站在一个比较 国家比较大的立场上 站在一个比较长远的立场上 会这么想 然后的话这个都还 我如果站在捷克这个角度上 我也完全可以这么想 事实上 比如说我之前是小粉红的时候 我就站在那个角度上去想的 嗯 然后的话比如说李星哥 你以后也会变的 你这个立场变得太快了 那么你有可能过两年 不用过两年 可能再过拜年 你有可能又又变成另外一个立场 搞不好他被你洗成又又变回小粉红 这有可能 我刚看到那个维尼写诗上来了 我想 一定他的说法 说到 不到 好了好了好了 那那那那那个差不多 那就谢谢李星哥啊 好不好 好的 好谢谢 谢谢李星哥 那那个阿亚内内 那就差不多这样好不好 那因为 嗯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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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太太多人想接你 但是下次下次你来 我就 我就再接你跟暴怒哥对话 好不好 嗯 没事我想说的今天都已经说完了 嗯 好好好那谢谢 谢谢阿亚内内 你再想一想啊啊 好谢谢阿亚内内 对了我能再说一句话吗 哎你说你说 嗯 那个因为我看到那个discord上有人说 看起来那那应该不喜欢流浪地球 对我非常不喜欢流浪地球 我觉得流浪地球是非常的帝国主义 非常的强权非常的封建主义 他为了就是一个2500万2500年后 一个非常虚无缥缈的所谓的梦想或者说一个安逸的环境 然后牺牲现在的40亿人还是多少亿人来着25亿人吧 那完全就是完全就是独裁行为 完全就是希特勒行为 对不这样说一句话 哎那那那那你觉得 那你觉得三体呢 三体那地球人要不要为了那400年后跟三体人的战争 那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我觉得三体是一个比较良性的 比较一个良性的就是那样的阶段 就是400年后确实 但是的话 2000多万 2000多年之后 2000多年之后就不用理他 但是400年之后就不要面对 哦好 本来能本来能现在好好活着的人 然后的话你让他去牺牲 然后为了2500 20002000年之后 那些不一定能不能出生的人 然后去牺牲现在的生命 那简直就是暴虐独裁的 那三体就ok 400年就ok是吧 是啊 三体的话他并没有就是说 怎么说呢 他并没有就是说 牺牲人 把现在的一半人杀死吧 也是啊 好了 但是后边有很多的那些什么大低谷啊 之类的东西 但是对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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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总是说 但是也总是说说我们为了400年后的一些我们要牺牲现在的一些物质去发展一些其他的东西啊 对啊 还是有了啊 好好好 ok好那谢谢你啊 谢谢这个哎呀 谢谢谢谢 拜拜 好来 我来 谢谢 YT的斗内